表格上头 一次罗列我国驻外人员军事情报 再把资料摊开 连参序单据都一览无遗 而这全都来自这个网站 国外论坛标题大啦啦的写上 来自台湾军情局的机密文件 人事实地全都看光 里头包含情报搜整定期汇报 参序收支明细 甚至他国军演动态细节 还喊出6G电子党就要价十万美金 被质疑难道是我国情治单位遭到渗透 前军情局主任质疑表格真实性 毕竟以军情局的内部文件来说 表格与保存应该更加严谨 但也不排除有新人在社局 事实上在同一个论坛账号 一周内已经两度公开 我国疑似机密文件 若非有意挑衅 也可能是我国驻外军情单位的电脑送修 才导致资料外流或中了勒索软体 因此让这些文件被国外害可倒卖 他基本上看不太懂总文 先拿到了他就先上网po 说他要卖什么样的资料 但是实际上的资料的正确性 或者是比较及时性的部分 他们可能就没有过滤过这样子 究竟是谁躲在荧幕背后动手脚 国安局低调表示没有评论 但已在调查中 避免潜藏的资案漏洞 酿成实际威胁 近新闻中程梁徐中央长报导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尽好新闻